最後的話當然我會希望你找一部經典 至少統計一下 那個經典裡面哪些最重要的關鍵 當然每一部經典的關鍵字都不一樣 你們可能自己要去找一下 前人研究哪一些比較重要的關鍵字 你可以去先收集一下 然後去把它統計一下 當然我是希望說 利用Excel裡面有的功能 幫我統計一些 包含像前面做過的圖表 或者是說查詢系統 或者是說把它mark起來 最後這樣就數量加總 這些東西你可以把它通通都應用 在某一部經典上面 比如換一下孟子好了 孟子跟輪椅有什麼不一樣 差異其實還蠻大的 至於哪邊不一樣 可能就是請各位也試試看 把那個內容換一下 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把這個數量先做完 所以本來是只有找一個 然後找全部 所以全部都幫我執行 然後這邊就有數量 再來的話 把這個人這個字 改成關鍵字 所以你可以利用上面這個 X有沒有 直接把它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4迴圈的外面 就是請輸入一個關鍵字 那我把這個關鍵字輸入之後的話 把它放到這邊來 這樣的話它就可以幫我根據這個關鍵字 去做一個查詢了 比如說剛剛查過人啊 查過理啊 查過意啊 OK哦 那當然如果查那個什麼 信用的信好了 比如說信這個 這個關鍵字會比較少 應該比較少 看好像記得那個 就是孔子好像對這個 這個 但是如果有的話 那到底在哪邊出現 其實也可以用篩選的 或者是出現的次數 其實也都是一個 38 好像不少耶 OK 好像比E還更多耶 OK 那各式在哪裡 如果知道要想要在哪裡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數量 這個很重要 那當然你就可以再利用什麼 篩選內文 有沒有 再把信這個字打上去 那就可以把 到底孔子 曾經針對這個信這個關鍵字 它曾經在哪些地方出現 OK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什麼地方出現 也許就可以寫一篇小論文 有關那個 論語裡面對於性這個 這個字的闡述 到底有哪一些 然後它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分類 第一類是哪一個 第二類第三類 然後做一個最後的結論 不就是可以 我覺得至少可以把焦點 稍微再focus一下 OK 其他你說還可以找什麼 比如說孔子的弟子 有沒有發現哪些出現最多 哪一個人在論語裡面出現的比例是最高的 你一定會想到子路 對不對 子路這個學生其實對於孔子 好像跟孔子年紀差距不大 所以他其實是算滿野人 所以對孔子的態度好像都沒有說特別好 不過其實孔子好像也滿喜歡這個學 因為這個學生的話 好像瞻前顧後的隨時都在他身邊 後來也跟孔子到處周遊列國 而且跟他一起吃苦恨 所以他們有患難之交 然後後來那個子路最後被推薦到魏國去當 好像當司馬吧 可是你會發現那個子路最後的結局 當然也不是太好 後來就被好像被殺死 而且殺死之前還跟那個對方講 你先等我一下 他死之前一定要先把帽子戴好 好 你現在可以把我殺死了 很妙的一個人 他說因為我是學過理的人 我是有理的人 我跟其他人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其實人跟 所以孔子說人跟禽獸沒什麼兩樣 對 OK 其實真的啦 人跟禽獸大部分做的事情 其實沒有差太多 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人是懂得一些什麼 懂得一些仁義理這些東西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個人無理的話 他其實說真的 跟人 就是他 不過這個是儒家的一個思想啦 OK 那你那麼認同 大概另外一回事 但我覺得這倒也滿好的啦 至少可以約束一個人 至少不會做出一些非人的行為 OK 就是你這個禽獸都不如的人 OK 所做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去找到一些關鍵字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除了像那個論語的經典 比如把這個篩選復原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你還可以找什麼 所以最後把這個按鈕做出來 那我另外的話 再針對這個數量 寫一個數量清除 數量清除很簡單嘛 把range D2到D502 裡面的話給他空的 那這樣就有清除 那最後我把這兩個也做出按鈕好了 所以最後 這個跟這個 我直接拿這個來複製好了 貼到下面好了 那就會有一個就是 叫做數量跟數量清除好了 所以這個是計算數量 OK 然後把它加在這邊 然後就數量 然後一個是數量清除 那就把這個數量清除部分 再加上去 數量清除 那這樣的話 我可以把那個給計算出來了 好 所以最後大家還可以算什麼 我發現其實還可以算那個 到底 孔子哪個學生出現的次數最多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 論語裡面的學生名單先搜羅了 然後統計一下 甚至可以做個統計圖表 我還滿想要知道一下這個數量 因為我說真的 還沒有一部 還很少看到有書籍裡面 是關於這個的數量統計 我真的很少看到有關那個研究裡面 是大部分都是數量 其實我發現很少都有數量 大部分說哪一個人比較多 哪一個人比較少 可是多到底是多多少 是到底多少 其實我發現一般的研究裡面 很少在針對數量去做說明的 那為什麼 其實到底很簡單 因為那可能以前沒電腦吧 OK 但是現在有電腦 有電腦你為什麼不統計一下 所以到底哪個學生 學生出現次數最多 我想排名應該 指路應該可以排在前面 但是幾個 那研淵應該也可以出現 有沒有 或者像其他什麼 還有針指好像也出現滿多的 指貢啦 指下啦 有沒有 這些其實都還滿常出現的 染有也滿常出現 到底哪一個出現最多 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你可以做個統計圖表 當然如果數量的話一樣 比如說想知道 指路 這個學生他到底在論語裡面 出現的次數有多頻繁 當然你可以輸入指路 按確定 幫我找一下有沒有指路 這個關鍵字出現的次數 沒有 為什麼沒有 這個可能要講一下 為什麼沒有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什麼原因呢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 我們是切幾個字 切一個字 所以它變成說一個字 一個字一個字去比 所以變成說它比的時候 就先切紫 有沒有 然後就跟紫路比 約跟紫路 不對啊 這樣的話永遠比不了 所以你假設 我們直接把它改成2的話 應該就有了 可是問題 如果你改成2的話 紫路 OK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 它結果47個 OK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 所以這個數量的統計 好像有一個bug 這個bug就是說 那問題來了 我如果今天輸入的關鍵字 假如是輸入兩個 那你應該要 這邊要兩個嘛 可是問題 如果你假設一個 那就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覺得這個地方可以改一下 改什麼呢 根據輸入的這個字 的長度有幾個 那你就幫我切 因為me的這個 這個第三個參數 指的就是說 你要抓幾個字出來 跟關鍵字比 所以這個地方 那你說老師 我現在改成2 那問題是 如果它輸入一個字怎麼辦 OK 那如果它輸入三個字怎麼辦 所以你變成說 要隨著它輸入的字數而改變的話 那這邊可能要怎麼改呢 OK 想想看 字數長度 所以這邊你可能要想到len 刮鬍 然後把x放進來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根據什麼 len就算這個輸入的裡面有幾個字嘛 所以假設說我輸入的是指路兩個字 有沒有指路 那幫我算兩個字的話 len得到的就是兩個字 那如果輸入一個字人的話 len一個字 那就剛剛好符合 所以最後如果你希望這個bug可以解掉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把它改成len 有沒有刮鬍x就可以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指路47嘛 輕調一下 再來的話 我們再找子貢好了 子貢會不會比較多一點 哇 子貢也不少耶 子貢還有44耶 哇 所以跟那個指路 其實好像沒有差太多 那其他還有什麼 像真子好了 真子也蠻多的 你看光前面還有油脂有沒有 也還蠻多的 所以你其實假設你要統計的話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把它統計一下 真子有17個 當然至於他們出現在什麼地方上面 其實你都可以針對那個內文去做篩選 那就可以找出來了嘛 對不對 其實我還蠻好奇 因為坊間書籍 我也看過很多是關於他地址相關的 比如說相關的分類統計 但是我其實覺得還蠻不足的地方 就是數量你都沒有告訴我 到底你覺得它重要 可是問題 它到底在哪邊出現 出現的次數多少 你都沒有交代 那這樣感覺好像就是會有一點點 就是你自己的 怎麼講 你憑你自己的直覺吧 那誰會相信你的直覺 每個人覺得重要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所以很可能就會偏頗了 OK 那不是說數量是絕對重要的 但是是相對重要的 OK 因為主要我們是希望能夠破除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 有關文學研究方面 長期以來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完全忽視數量的重要性 就是盡量 就是不用量化 那你說老師 問題是文學不能用科學的方式 它不是科學 所以我們不能 問題文學研究 就不需要用科學的方法嗎 這點其實是值得去思考的 OK 那也不是說你要把那個文學 把它當成科學來研究 不是 至少我們可以輔助吧 而且在當下這個年代 誰不會用電腦 誰不會用這個工具 所以我覺得 一來可以順應時代潮流 第二個的話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去得到一個不同的結論 OK 所以這個期末報告的部分 因為距離期末 其實也沒剩多少週來 有沒有 所以再來的話 可能還剩下 如果真正上課的話 還剩下三週 那請各位回去針對這個 輪語查詢系統 稍微衍生一下 看看把它變一下吧 可能把它變成 你比較有興趣的 如果比較接近的 像你做夢子 我覺得還滿有興趣的 比如說夢子裡面 提到的哪一些關鍵字 跟輪語之間最好比較一下 如果有比較才會有傷害 這個都是 我非常感興趣的一個 這個內容 因為真的有時候 你看坊間書 一般的書 寫來寫去 真的就是都沒有量化 我覺得這滿可惜的 那為什麼沒有量化 其實剛剛也特別強調 其實以前的人 真的對電腦都不在行 但問題以前古人是不在行就算了 但現在的人 電腦如果還是不在行的話 那當然也有點說不過去 尤其現在你們最有優勢的地方 應該就是 我想你們這一代 出生年代電腦已經相當普及了 所以應該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說我電腦不行 沒辦法 那如果你電腦不行的話 未來在生活裡面應該會是一個問題 所以可能就思考一下 後面的話 當然我們 可能盡量再延伸看看 盡量就是把這些東西 把它做出來 所以特別是我剛剛 做了幾個地方的修正 第一個我剛剛有改了這個數量裡面的這個 把那個本來輸入的是1有沒有 改成L1N 算它輸入的字數 這樣的好處就是我可以 隨著它輸入的字數 而去調整說到底我要怎麼比較 第二個的話 請你在底下增加一個清除功能 可以把舊的資料給刪掉 最後再把這個地方做一個清除 這樣的話很方便 看你是要找什麼 那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其他的話 還有有一些比較重要的關鍵是 比如說像那個 我發現那個 輪域裡面很常出現君子跟小人 有沒有 那到底君子是指什麼 小人是指什麼 其實也還蠻想要討論 所以如果假設你輸入君子 還有啦 到底那個什麼 孔子裡面 輪域裡面到底君子多還是小人多 不知道沒有答案 其實我也蠻想知道的 那這個時候馬上就有答案了 按確定 君子108 小人呢 小人 那請各位猜猜一看 到底是君子多呢 還是小人多 我也不知道啦 猜猜一看 猜猜一看 因為沒有人知道答案 因為前人沒有做過任何這方面的研究 那君子到底是在什麼時候出現 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指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比較可以啦 但問題是以前 比較沒有用量化的方式來做 電腦他也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按確定之後得到答案 小人居然只有24 君子只有108 所以顯見 瑞瑞瑞特別喜歡君子 特別不喜歡小人 但其實君子跟小人 其實是相對的 所以你也缺一不可 還有一點 我覺得像以前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跟一個哲學系的一個教授 上課的時候有一點點 衝突 沒有衝突 討論啦 可能是比較激烈的討論 因為他上課的時候就說 孔子是一個大男人主義者 我就有點傻眼了 我就覺得 我就舉手 因為那是教育系的一個 教育哲學系的一個教授 我就問 老師 為什麼你這樣講 因為那個 因為論語裡面不是講嗎 唯女子與小人難養野 對啊 OK 那我就反問他 老師你知道這個的前後文嗎 還有這個是什麼地方出現的 他就是這樣子 他也不回答我 他就是這樣子 他講這個話就表示說 他是一個大男人主義者 我說老師 你不能說你用現代人的時空條件 去看古人 這樣當然會覺得說 古人全部都是這個 所以我跟他講說 這個有背景就是說 他到周烈谷的時候 孔子到魏國的時候 因為魏國 其實魏國國軍很怕老婆 老婆叫男子 可是男子是出了名的淫婦 OK 這是歷史春秋裡面寫的 不是我講的 只見男子 對 只見男子 所以大家會 因為他很重視禮儀 所以如果說他去見了男子的話 那真的會讓人家看笑話 覺得說你逃亡到魏國去 結果你反而 你不是說你很重視禮嗎 你為什麼去單獨見 因為男子召喚他 他覺得說不合理 不合理 去也不是 不去的話你見了一下 這也說不過去 因為雖然魏國國軍當家 可是問題他實際上很怕老婆 所以去也不是 而不去也不是 那最後怎麼辦呢 所以他就想了一些方法 所以他才講了這個話 有沒有 為女子 女子其實指的是男子 與小人難養也 難養也就是不好相處 不是說很難伺候的意思 其實也是有點這個意思 當然就是有時空背景 你不能說斷章取義 他就覺得對 那個孔子就是怎麼樣 我說其實有時候理解經典 你不能用現代人的時空條件 但是你至少可以跟他說理 你會說服我 你如果可以找到其他的地方佐證 那當然我可以信服你 但如果沒有 那其實就有一點是太過的偏頗了 所以當然就是一個討論 不過他就一直來來去去來來去去 我就覺得說有的時候還是要回歸經典 回歸真正你要找出資料 所以如果現代 我可能我就直接手機查一下 我看可以告訴大家說哪些地方 你看喔 再找一下女子好了 我看輪域裡面有女子 如果我想說 好啦 我們來找一下 那個輪域裡面女子出現的次數多少 一次 OK 其實就應該是那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女子 有沒有 把它找出來 哪個地方有出現女子 應該是這個啦 OK 就我剛剛講的 有沒有 就是你跟他太接近也不是 太遠離他也不是 這是其實就是在形容 當時那個孔子 他可能周遊列國到魏國的心情 你見他也不是 你不見他也不是 這真的是非常難的 那當然孔子他還是太宗之禮 所以他有時候是不能僭越 那你也不能私底下偷偷跟他見面 會讓人家覺得說你孔子是好色之徒 對不對 OK 所以這真的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後來好像 孔子還是跟男子見面 但是是一個比較開 就是公開的場合 他們沒有在公開場合 他們在密諦的場合 所以那個時候司馬謙舊有寫說 真的嗎 有嗎 有寫說那個男子他的吊式的聲音 鈴鐺鈴鐺 玉玉燃燃 所以後來好像子路就有罵孔子 對 然後子路就指著孔子罵他 說你老師你不是重視禮嗎 你為什麼還跟男子見面 但是見面到底是什麼場合 其實這個應該是可以在考慮的 因為我看到的是說 他是在公開場合 因為他避免就是不要讓人家說閒話 因為我覺得孔子的個性 不可能弱人口齒 如果以我理解 他應該像要是我的話 我一定 好啦我們就見面 也許我們到星巴克這樣子有沒有 如果那時候有星巴克的話 那我們在公開場合 我們不要私底下一個密閉空間的地方 不然的話傳出去還得了 OK 大家捕風捉影講出來的話 當然就覺得一定是非常難聽的 OK 所以其實這個經典 有的時候其實如果你要去詮釋要去了解 我覺得還是要有憑有據啦 會比較能夠說服別人 但是我覺得以前人就是覺得說 古人就是迂腐啊 就是怎麼樣 就是大男人主義啦 然後就是為那個執政者說話啦 然後把大家都洗腦了 讓大家都乖乖的 其實說真的也是沒有錯 但問題你要拿出數據 拿出一些讓人說服的東西 否則的話有時候憑空的 就是感覺會比較偏頗 OK 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把這個數量跟 這個數量清楚部分把它完成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